从我们娃娃坠地 从小婴儿长成十五六岁的青春少男少女 随着时间逐渐成熟 然后老去 陪伴我们每个人时间最久 不离不弃的 是我们身上的这幅皮囊身躯 但是我们对她的认识有多少 每个器官都在述说爱的作者 手拉心 透过文字和她热爱的手绘 将我们既陌生又熟悉的器官 呈现在读者眼前 我们看到她们日以继夜 为身体的主人效劳 手拉心也用情书般的文字 擬人化她对我们的爱 像是肺液 萃取空气中仅占百分之二十的氧气 进一步浓缩提炼至百分之九十九血氧浓度 让我们得以自由呼吸 肝脏 一无反顾代谢我们生活中积累的毒素 甲状腺 日夜分泌激素 抚慰我们的疲惫 人体的器官都有形有状 想画就可以画下来 然而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爱 却无形无状 为什么这本书的英文标题却又叫做 Love Anatomy 爱的解剖学呢 我们的目光跟着手拉心医师 来到他经历过的医疗现场 看到在心理和身体病痛折磨的时刻 人们显露出来的脆弱与坚强 四岁小男孩 小智 他的半身烧烫伤伤痕 在手拉心医师的形容下 长得像是无歌哭 盘踞神庙的树根 让旁人不忍 也因为这些烧烫伤 他必须不断住院开刀 承受手术 带来的害怕与痛 然而他却对内心自责的妈妈说 有一天他会长大 身上的伤疤也会长大 变得像大树一样 童真的话语 让妈妈破涕微笑 在奋斗的遗迹里 手拉心医师 替生命画下终点的陈爷爷 拔除插在身上的医疗管线 也一一巡礼 他身上留下的手术伤疤 人工膝关节手术 半人工髋关节 还有口腔癌切除肿瘤手术后 左脸夹上 一块曲子大腿的皮绊 让我们看到 他为了所爱的人 不懈奋斗的一生 透过这些医疗现场的故事 在脆弱与坚强背后 我们看到了 无形无状的爱 如此深刻人心 故事的最后 手拉心以子宫解剖学 作为本书的最终章 原来如果我们拥有这一生 可以哭 可以笑 可以体验生命的喜悦 实践爱人 感受被爱 都要回到创造我们的源头 那个孕育生命的地方 母亲的子宫 在这个平均长度7.6公分 宽5公分 重60克 如此泥泥的子宫 生命经过长达39周的酝酿 及发酵 最终诞生出的 是整个人类浩瀚的文明 这就是爱的解剖学 让我们一起跟着青春爱读书 翻开这本书 看看手拉心分享的故事吧 感谢观看